最热的十年 也就是最近的十年 极端天候在新加坡 造成海平面上升的沉默危机 数据摊在眼前 加速决心 可能整个新加坡淹没 我会担心 因为新加坡就会成了一个 不可居住的国家 我觉得今天以后 一定要减少浪费 已经没有这样好的 这种大自然没有了 破坏了 那么他们也变成 可能会健康上面也会受影响 尽我们本人 一个个人的责任 从自己做起 此季新加坡分会 2019岁末祝福展区 多元呈现 还有小志工穿梭人群 好话环绕 我们制作一个板子 然后拿着这个板子 到处去找人分享这个近视语 知福 习福 再造福 我是觉得很开心 然后在跟大人们分享的时候 我学到很多东西 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说要说好话 做好事 信念要正确 讲得很好 如果再有这样多的 小朋友是以这样的心态 长大的话 世界就有福了 未来能够永续美好 都是每个当下的累积 每个人的责无旁贷 带新闻 新加坡报导